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師 希望我們的頻道,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按照我IG,FB,Twitch,Bidibidia還有Discord 好 那在天津姐又存在你的所遊 然後這次全新的版本 要更新了 在9月28號 應該是9月28吧 來看看哦 最後面應該有寫的一堆 29 29 OK 29更新 最終要追65等 對我未接然後淬火急升 新主線第25幕 陸迷三荒篇開啟 可以看到多一個女生的角色 然後這一個我記得在之前的 主線劇情就有正常過了 另外一個就是神魔至尊傳的十字戲 然後主線主要有六張 優秘的秘密也尚未揭曉 九如塔與幽皇的陰謀也未見端尼 然後陸招一輩人所情 這個影片就是介紹 所以大家要自己看的話 你就後面的影片就不用看了 不然就是又有人會講我在這邊 造念而已 這個影片就是介紹 那如果要看你直接點 你就可以不用看了 好不好 如果你不想聽我造念就不用看了 好 神魔之尊傳的首篇開啟 那基本上這個在 測試服那邊已經有先開啟了 然後連劍聖的樣子都有出現了 不過還沒有看到真硬 我還沒有看到真硬 好然後十字戲神魔之尊傳第一張先開 OK就開第一張是不是 OK好 我應該會先玩第一張 好 然後奈洛萊克開啟 奈洛萊克 就是方雲跟鐵手 鐵爪夏侯儀 看來還是先開這兩次 上官員的還沒開 好 那方雲跟鐵爪 鐵手夏侯儀呢 就已經有 介紹過了 那大家就看 再看我之前的影片 喔 喔 三官員有開喔 是一個人欸 他是一個人 完成十字戲神魔之尊傳第一張 遇見遠游 迷關卡相防上官員後解鎖 解鎖後 14日限定召喚 席空蹲九開啟 喔 也就是說你要打完這個之後 才會 開喔 哇 這麼特別 那這一定中嗎 90抽一定會中他嗎 沒有寫 絕品上官員召喚機率提升而已喔 然後這邊寫 11% 這應該是他之前抽了 測試服的時候 他在抽 加11% 哇 這麼特別喔 然後 你只要解完之後 只剩兩個禮拜而已 好多喔 那 那之後還會開嗎 那我會想抽抽看啊 天選星藥卡石說明齁 全新資料片失落的祭壇 十字戲神魔之尊傳第一張即將開啟齁 OK這邊有全新的卡池召喚機制 天選星藥召喚的會在通關十字戲補空難度 白白白 該卡池持續十四天後消失齁 通關十字戲補空難度一隻是狂劍各可以接受名關卡齁 那天選星藥召喚卡 限定英靈在十月二十七號 資料片版本更新後加入 在此之前上官員 僅可從天選星藥召喚中 哦 所以後面還是會開就對了 OK 他在二十七號才會 不是放到 齒輪召喚的卡池啊 那在這個之前 就只能從解鎖後的卡池獲得齁 然後 他是說 在同一天選星藥召喚卡池中 召喚獲得絕品英靈時 有四十怕機獲得該池限定英靈齁 在同一天選 星藥召喚卡池中 當召喚獲得絕品英靈的時候 如果第一次獲得絕品英靈 不是當時限定英靈 這第二次一定是 OK 第三次之後獲得絕品英靈 不會觸發該機制齁 然後一樣 進行十次獲得一位幾品 或以上齁 好 三圖峰碎開啟 這個是什麼 這是活動嗎 喔 活動 活動 看起來是神魔至尊傳的活動 好 對我未接上 上線提升齁 OK OK 好 總而言之呢 你就是要先 解鎖之後 才能 抽上官員 如果各位要抽上官員的話 那其實上官員 我是蠻想抽抽看試試看的啦 然後 那 就是 方雲跟下猴尾其實也可以試試看 我是想要抽方雲 好 那我們就期待 9月29號的更新囉 好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 Twitch Bilibili還有Discord 大家晚安 掰掰